上帝的话语 以弗所书三章五节六节 以弗所书三章五节六节 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 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 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 得以同为后司 同为一体 同盟应许 阿们 这一时间 当上帝向我们说话的时候 求圣灵的能力打开我们的心 让我们明白上帝的心 为此让我们一起恳切祷告吧 父上帝啊 求你帮助 感谢你向我们显明你 尽管我们有时藐视你 有时背逆你 但你仍旧向我们显明你的心意 感谢你向我们显明你的感情 你的旨意 你的心肠 为此你早就通过使徒和先知显明了这一切 让他们受尽逼迫与苦难来传扬这旨意 直到今天的我们这里 如今 你借着监督赐给我们话语的时候 感谢你 让监督明白你的奥秘 明白使徒和先知的心 体会他们的心肠 感受他们的悲伤和痛苦 然后赐话语给我们 当我们领受话语的时候 让我们能够感受到主的心 求主帮助 父上帝啊 在这宝贵的圣日里 我们愿意领受你赐给我们的话语 求你将你的话语赐给仆人 亲自命令我 也让我们圣徒们有担当着话语的信心和能力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上帝的恩典 之所以能临到我们 之所以能够进入到我们里面 是因为 在这背后 有我们可能想不到的一些人的付出 他们并不是为了自己而做工 他们是担当 为了担当主给他们的任务 带着责任感 牺牲自己 付出努力 也就是说 为了我们而付出了努力 最终使得我们 今天得到了这样的恩典 换句话来说 有人在为我们而付出 不是为了自己 而是为了我们 他们并不是图谋自己的利益 而是为了我们付出 所以使得今天的我们 能拥有这样的信仰 也能将这信仰 持续下去 上帝在使用这样的人 上帝在使用这样的人 而我们每一个人 也应该成为这样的人 这是上帝对我们的期待 其实我们已经得到了这样的任务 在我们教会里有很多灵魂 教会有很多的信徒 其中 有些信徒 在担当着 刚才我所说的这样的 职份 这样的责任 虽然这样的圣徒只是少数 只占着少数 不仅教会是这样 在公司也好 外面的那样的单位里面也好 其实都只是少数人 在付出 在牺牲 而造就整个公司 或者整个单位 教会也是这样的 那少数人的牺牲与付出 他们牺牲付出的时候 甚至会遭到他人的藐视 遭到他人的攻击 但他们仍旧担当着 他们仍旧 就是默默地担当 这样的施工 使得整个教会得以造就 有的人一直在默默地 不停地做侍奉 也就是在默默地帮助我 在教会里 也有这样的人 也有恶人 恶人呢 他们掺杂在 众人当中 看不出来 也有善人 也有行善的人 行义的人 他们也是在群众 在众人当中 也不被发现 但是他却发挥着 他的角色 在付出牺牲 来造就整个 会众的利益 这样的人才是 真正的照上帝的旨意 去行的人 上帝向我们要的是义 他要我们行义 上帝要我们行义 那我们就要为了行义而努力 当然 我们所行的义 跟主的义 是无法相提并论的 根本没有办法做比较 因为我们无法 像主那样完全 所以我们的义 无法与他的义相比 但你不能因此就 主张 哎呀 我们的这些义 什么也不算 不需要 没有价值 不要这样想 如果这样想的话 那教会就完了 不是说我们的义 什么也不算 所以不用行义 上帝仍旧 要我们行义 哪怕我们非常的不足 哪怕我们不足 当然上帝教我们行义的这个要求 并不是以此为拯救我们的这个标准 这并不是得救的标准 但这却是上帝拣选我们的 拣选我们的目的 基督教的信仰 到底是什么呢 是为了我自己 为了我 还是为了他人 为了他人而被上帝使用 可以说这是基督教的一个核心的信仰因素 是基督教的一个因素 性质 就是为他人而被使用 为他人而被使用 但是让人感到伤心的是什么呢 在教会里面有很多人 并不是为他人使用自己 而是为自己 为了自己而过享生活 为了自己而做工 虽然是在做工 做圣洁的施工 但是 自己里面打的小酸盘 一直都是为了自己 为了我自己 怎样为了我 好 总是想着这些 但这可不是主的方法 这跟主的方法完全不一样 主的旨意可不是这样的 主向我们显明的是怎样的 他是怎么做的 主所行的是怎样的 他牺牲自己的身体 拯救了众人 这是主的旨意 主也把这旨意给了教会 向教会要求这样做 也就是说 我为众人而牺牲我自己 那你们也为了他人 而牺牲自己吧 这是主对我们的旨意 总之 我们今天之所以 这样的享受着恩典 是因为有人在为我们付出 为我们牺牲 他们在代替我吃苦 在代替我努力 因而有了我们今天的 这样的信仰 可是人们却不在乎 根本不去考虑这一点 根本不考虑他人为我们的付出 我们不在乎他人的付出 还仅仅想着 啊上帝给我的应许 是什么 期待着那应许 岂不知这应许也是通过 那付出的人 那牺牲的人 传给我的 因着那样的人的牺牲 我才能得到这样的应许 总之在教会里 各个角落都有这样做 侍奉付出的人 帮助他人的人 我们不能把这样的 帮助当作理所当然的 不能把这当作理所当然的 如果他们 就是疲惫放弃的话 那这恩典和福分 就无法临到我 那我们就会受到影响 我们的信仰也会受到影响 因为那些人的付出 他们默默地付出 才使得今天的我们 属灵上得到造就 才能这样的平安地过下生活 我们每个人 作为教会的肢体 我们理所当然的 应该为了荣耀的未来 荣光的未来 为了主给我们的 这未来 而牺牲自己 而做工 如果我们只享受 我们却不付出的话 那未来是黯淡的 相反 如果我们每个人 都付出的话 那我们的将来 是何等的荣耀 这正是主向我们所要的 因此 我们不要认为 他人为我付出 这是理所当然的 他人在为我做这些 这都是应该的 不要这么想 不要这么想 而应该想 我应该成为那个付出的人 那个牺牲的人 我应该成为这少数的人 被使用 被使用 付出 劳苦 哪怕 我的付出 对我自己 没有任何好处 但 我能够为他人 而被主使用 叫他人 得恩典 这就是我的价值 其实这是主给我们的命令 给我们每个人的命令 这并不是说 哎呀 如果可以这样做吧 不是 而是主告诉我们什么呢 这是命令 你们也要像我这样做 你们要行义 要走义路 要行义 这是我们要做的 那为此呢 首先我们应该具备感恩的心 基督徒有很多感谢的事 有很多感恩的事 感恩呢 是我们应该具备的心态 必备的心态 感恩的心 有的人想什么呢 教会呢 就很自然而然的 就能运营起来 他的想法就好像说 哎呀 公司呢 公司 就像外面的公司 一个公司呢 很自然的就能运营 就能活下去 就能赚钱 是这样吗 那教会也是这样吗 是不需要什么 不需要什么努力 也不需要谁的关心 很自然的 就可以运营下去吗 是这样吗 还有人想 还有人想 神学校 咱们教会那神学校 只要有一个 这个 有这个建筑 在这里 很自然的 这个学校 就能运营起来 不是的 并不是这样的 是因为有人在做工 所以才能够运营起来 大家仔细看看 想想 现在教会在运营 正常的运作 那证明有人在做工 有人在做工 所以才使得 整个教会运营起来 学校 神学校也是这样 一直有人在付出牺牲 他们真的是在 吃很多的苦 担当着这事 我们不要想 哎呀 有别人干 反正有人做 只要不让我吃亏就行 这样的想法 其实这是 还不信耶稣的 那个时候 人所带有的 世人的生存方式 但我们在教会里 不能这样 我们应该主动地 去爱他人 牺牲自己 去给予付出 我们在信仰生活当中 有时候 心里感到受伤的时候 是什么时候呢 不是因为别人 怎么对你 而是因为我的付出 我的付出 没有得到他人的承认 这个时候会感到伤心 有的人 即使如此的伤心 还是在不断地 担当着教会的事 因着他这样的付出 我们才能够 这样的在教会里 过向生活 让我们能够 这样得到福分 能够这样的 得恩典 有他人的付出 教会的存在 是这样的 因为有人在付出 在牺牲 有人把教会 当作一个服务机构 认为来到教会 就会很当然的 他就要接受服事 从此以后 希望大家 从今天以后 扔掉这样的想法 主的教会 不是这样的 教会是怎样开始的 在教会 初期 初期教会的时候 斯蒂凡指示 他被石头打死 殉道了 有时候我们说 哎呀 上帝会 看到了斯蒂凡 他得到了荣耀 哎呀 斯蒂凡为了自己的荣耀 而这样的牺牲了 如果这样看的话 那说明你是戴着 世上的眼镜 来看待教会的事 要知道 斯蒂凡是为了教会 而牺牲的 上帝使用了他的信心 让他为教会 为了教会 而牺牲 而殉道 还有使徒保罗 他付出自己的人生 付出自己的生命 为了主 为了主的施工 当我们想要这样去做的时候 有妨碍因素 那就是我们自己 我们自己过去的习惯 过去的性子 老我的性子 他一直在我们里面妨碍我们 妨碍我们 好好的过西洋生活 让我们想什么 哎呀 教会的事 不关我 不关我的事 哎 别人会干的 不用我去想 要知道 我们 我才应该是为了他人 而牺牲的人 我应该这样去做 可是老我却总是 就是诱惑人 哎呀 不用 不用那么想 按理说 我们在信 耶稣受敬礼的时候 已经把老我给埋葬了 可是那个老我的性子 总是在里面 嗯 就是 在人里面不断地诱惑人 在人里面不断地 真的 支配人 这老我呢 他想的就是我自己的荣耀 我自己的利益 好处 或者是 我要得到什么 金钱 或者是 什么方面的 全部都是我 我自己的利益 要知道教会 是上帝牺牲他的儿子 而诞生的教会 我们心里要有的是什么呢 是感谢的心 有的人甚至什么 为了我的利益 哪怕教会 教会四分五散 那也没关系 我一定要让我的 我的想法达成 我的愿望成就才行 我要实现我的愿望 为此不惜 牺牲教会 这就是过去的人的想法 老我的想法 这样的想法问题很大 我们的信仰 不能只是为了我自己的成功 我们的信仰反而恰恰相反 不是为了我自己 而是为了他人 这是主向我们 所要的信仰态度 如果你认为是为了 信仰是为了自己 那说明你看圣经看错了 你的信仰是不端正的 在我们参与主耶稣的施工的时候 这祝福才能真正的临到我们 祝耶稣的祝福才能临到我们 我们常说 哎 愿你 愿你蒙福 祝福你 我们常这样说 但是我们要知道 这个祝福是产业 我们得到的祝福是产业 遗产 什么遗产呢 把上帝的事继承下来 不是仅仅把上帝的财产 而是把上帝的事继承过来 这才是我的福分 虽然很不容易 但是必会得到荣耀 因为上帝的产业成为我的 成为我的了 如果你不想吃苦 只想得荣耀 得祝福 那这就想错了 这样不行 我们为主做工 在主里面做工 这是 对我们来说 这是祝福 我们现在能活着 在这活着的时间做工 这是祝福 我们不要期待别人来做事 我们自己要来做 我们自己要来做 如果我们不做的话 那在主面前 我们真的是羞 就会非常的羞愧 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是为他人 而付出 而牺牲 被使用 直到主再来 直到主再来 哪怕别人不知道我的付出 哪怕别人 看不到我的牺牲 那我也要去做 我也要被使用 我们的现身就是这样的 这现身 并不是为了在他人面前 夸耀自己 我们是为了讨主的喜悦 主为了我们而牺牲了 那我们愿意顺从主的旨意 为了被主使用 对于主为我们付出的牺牲 我们用现身来感谢 这才是我们应有的姿态 这是我们信仰 我们的信仰的标志 就是纪念主为我们所付出的 感谢主 我知道 主为我牺牲了 我感谢主 那怎么显出来 就是通过现身来显出来 通过我一生的付出 显出来 主对我们的期待是这样的 所以让我们对教会 尽好我们的义务 担当好这职份 奉耶稣的名 主愿大家能够担当好 对 这职份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经文 我们的命运 已经是出死入生的 我们已经出死入生了 命运完全改变了 我们的命运完全改变了 我们今天说 信耶稣就能得救 信耶稣今后就属于教会 就可以继承天国的产业 以后死了以后能进天国 我们常常很简单的这样的介绍给人 问一个信耶稣的人 你去天国吗 那当然我已经得救了 我当然可以进天国呀 所以我现在才在教会里 就是这已经变成了一个 就是好像一个框架似的 谁也不怀疑 在过去两千年的时间 教会好像就是这样 然后在近代 进入十九世纪 二十世纪以后 更是这样 大家都很 就是很自然的就这么认为 但是一开始 就是教会初期的时候 没有人很自然的这么想 没有人这么想 曾经上帝的旨意 只是一个人 只有一个人知道 这上帝的旨意 上帝的启示 只有这一个人 担当着上帝的启示 曾经有过这样的时期 上帝把他的启示 只给一个人 那这个人可以说 他担当着人类的整个命运 还有一个事情是什么呢 就是以色列的历史 几千年的历史 在他们的历史当中 他们对外邦人呢 他们认为外邦人 是该受咒诅的人 他们绝对无法得救 他们是得不到上帝的救恩的 以色列人 他们几千年的时间 一直这样的认为 我们是外邦人 我们就是外邦人 今天我们在讲 耶稣基督如何如何 我们信耶稣 怎么怎么样 在以色列人眼里呢 之前我们是根本 没有这个资格的人 连想都不敢想 因为耶稣是他们 犹太人的弥赛亚 我们所说的神 是他们以色列人的神 我们原本根本就没有这个机会接触 神接触弥赛亚 就是外邦人的命运 一开始就是根本无法与主有交集 从一开始就是灭亡 处在灭亡当中 但是今天我们很自然的 我们是外邦人 但却很自然的认为 教会怎么样 主耶稣在带领我 带领我们教会 然后今后我们会怎么样 今后会去天国 怎么怎么样 其实如果我们想一下过去的话 今天我们真的是 就应该扯着嗓子来赞美神 来感谢主 因为这是不敢想象的 根本不敢想象的事情 在过去以色列人的眼里 我们大家和我这样的外邦人 我们是干脆是在咒诅里的人 我们是注定要灭亡的人 在犹太人的眼里 我们是上帝愤怒的对象 震怒的对象 我们是什么样的存在 是要被扔进地狱做柴火的 我们是这样的存在 圣经里面有约拿先知 上帝叫他去给外邦人传道 命令他 可是他不想去 担心外邦人真的悔改相信神 他不愿意这样做 所以他就拖拖拉拉的不想去传 然后后来实在没办法去传 也怕他们真的相信了 就是非常马马虎虎的去给他们传 这就是犹太人他们的态度 他们的感 那个情感 对外邦人拥有的情感 他们根本不想接受外邦人 他们认为外邦人是上帝的仇敌 那是怎么回事 让今天的我们 能够进入到上帝里面 当然是因着主耶稣基督的牺牲 因着他的牺牲包容了我们 使我们能够来到上帝面前 但更具体的来说 这中间有人担当了上帝的旨意 为了传这福音给我们 而使得今天的我们得到了这机会 上帝把启示给了人 给了少数人 这少数人呢 他要担当这启示 要付出他人所不知道的苦 就像使徒保罗 他会受到被反对 被排斥 连同族人都反对他 控告他 甚至要杀害他 鞭打他 虽然这么苦 但他也没有放弃 这多么值得庆幸啊 他并没有因着 就是这些妨碑 这些苦难而放弃 传 启示的这个使命 他还是想着怎样把这个启示 传下去 然后怎样 让上帝的旨意 然后 传开 因着他这样的牺牲 这样的受苦 使得福音临到了我们 上个周 我们读的经文 那里说 保罗说 我得到了这启示 这启示呢 你们会靠着圣灵明白的 你们会靠着圣灵明白的 然后今天这经文说什么呢 这奥秘呢 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 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 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 在这里讲 这是有一个对比 就是如今 如今借着圣灵启示圣徒 但是这奥秘在以前 是没有叫人知道 如今这启示呢 只有特别的 特定的人 得到 虽然这里讲圣使徒和先知 好像很多人似的 好像这里讲的是 圣使徒和先知 是指带着很多人 但这只是保罗 这么表达而已 其实并不是指 并不是指很多人 这奥秘 在旧约时代 连旧约的先知们也不知道 其他世代的人不知道 三章五节 怎么讲 我们读一下 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 没有叫人知道 在以前的世代 没有叫人知道 就是全人类历史当中 这以前的世代 其实指着整个 这整个世代 所有的世代 从来没有 上帝从来没有 启示过 没有启示过其他人 在教会诞生之前 在教会的世代来临之前 旧约 过去 从来没有人知道 上帝的 这启示 就连最伟大的那些先知 他们也没有得到 保罗所得到的这启示 也不是说没有得到 他们是得到了 但是却并不明白 这是指着什么说的 就是只是模模糊糊的 他们得到启示 好像是一晃而过 哎呀什么呀 这什么意思呀 然后就只是 模模糊糊的 看到了外在 这上帝的启示的 外在的样子 根本就不知道 他是指着什么说的 而今天我们 都对于圣经的话语 整体的意思 我们都很清楚是吧 怎么知道的呀 我们是怎么知道的 我们怎么能够知道 旧约圣经的话语 都是什么意思 因为新约圣经 都有对此的解释 所以我们才知道了 我们读旧约的时候 我们现在能读得很容易 啊这样这样这样的事情 为什么能这么容易的理解 因为新约圣经 已经给我们解释了 举个例子来说 上帝对亚伯拉罕说 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 亚伯拉罕根本不知道这话是指着什么说的 根本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当时的人不知道 大家知道吗 大家知道这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 这话是什么意思吗 我们知道是吧 今天的新约圣经 新约时代的新徒知道 为什么 因为使徒保罗解释过这话语 在加拉太书三章八节那里说 并且圣经既然一新开明 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 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 万国都必因你得福 就是说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 这意思是说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 看了这经文我们就知道 啊原来是这个意思呀 原来上帝对亚伯拉罕说的 这话语是这意思呀 看到新约圣经的解释 我们就知道了 还有旧约圣经 以赛亚先知还预言说过什么呢 四十九章六节那里说 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 叫你施行我的救恩 直到地级 哦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 叫你施行我的救恩 哦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又好像明白又不明白 对当时 当时的他们来说 并不太清楚这是什么意思 使你做外邦人的光 叫你施行我的救恩 然后后来使徒 在使徒行传那里可以看到 保罗说什么呢 就是因为犹太人不接受福音 他们不愿意接受福音 所以没办法 保罗就把这福音 就传给外邦人了 就是以赛亚先知 他得到的这个启示 他所领受的话语 就是这意思 就是这个意思 总之新约时代的仕途们 他们的角色 真的是非常的重要 使徒们 他们领悟了先知的预言 然后把他解释 西伯来书那里说 过去的先知们 他们虽然得到了应许 但是却为人为得着所应许的 他们虽然得到了这应许 但是现在才真正的得着所应许的 因为有使徒们的解释 才真正明白 过去他们并不清楚 并不知道那到底是 应许到底是什么意思 指的是什么 还有彼得前书一章那里有说 这个论到这救恩呢 就像那先知们 过去的先知们 他们想知道 很努力地想了解 但是却没有人知道 而今天 今天上帝 借着领受他特别启示的 使徒们 然后明白了 今天明白了 今天知道了 过去先知们所说的那些 那不是仅仅为了当时的信徒 而也是为了今天这个时代 新的时代的圣徒们 也是为了今天的圣徒们 而说的预言 在几百年前 先知们说的那些话 是为了几百年后的 这些圣徒们 这内容呢 连天使都不知道 使徒们讲的这些内容 这些启示的内容呢 天使们也想知道 也愿意详细地查看这些 而这样的事情之所以发生 这不是突然的事情 主早就说了 这样的事情 这样的事情 必是会发生的 因为主对门徒们说 你们不是与我同在 你们知道我是怎样的吗 我已将这些话给你们说了 还有一些呢 我没有办法给你们讲 因为你们不理解 不明白 等以后我将圣灵 拆给你们 那圣灵就会 就会将我对你们所说的 这些话告诉给你们 你们现在不知道 你们要领受圣灵 那么圣灵就会教你们明白 这话就这样 上帝的主耶稣的应许成就 圣灵降临了 因着圣灵的做工 因着圣灵的做工 然后人们明白 才明白到这几事 但并不是说所有人同时明白 就要像吹号一样 然后告诉大全 所有的人不是这样的 只告诉了少数的人 有时只是一个人 把这旨意只告诉一个人 那个时候连教会的概念都没有 不知道上帝有这样的旨意 人们不敢想象 对犹太人来说 根本不敢想象会有这样的事情 外邦人 怎么能够成为主的身体 成为弥赛亚的身体 哎呀太可笑了 怎么可能 他们根本无法接纳这个事实 这是根本不敢想象的事 就是按照犹太人的风俗 犹太人的想法 这些就是把福音传给外邦人 这事呢 是他们很难接受的 不是说圣灵降临了 所有的人就能接受外邦人了 不是的 不是的 只是有少数个别的 个别的人 来努力的传福音给外邦人 其他的犹太人 其他的使徒们呢 他们仍旧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 干嘛要给外邦人传这福音 初期教会那个时期呢 当时呢 很多外邦 就是很多犹太人 他们仍旧不愿意提及外邦人 当时 保罗 当时彼得不是到外邦人 上帝给他一项 叫他到外邦人 哥尼留家里嘛 那个时候他是非常的拒绝的 我不行 我不能接触外邦人 我是圣洁的 但是上帝还是命令他 就是可见 当时 犹太人 以色列人 他们对外邦人的态度是这样的 然后 所以保罗才一直在强调 就是 一直在强调什么 就是过去没有人知道 也不会有人告诉给外邦人 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 没有叫人知道 没有告诉给所有人 是因为有人努力 努力把他传给外邦人的 这奥秘呢 这奥秘现在显明 但是过去 以前的世代 没有叫人知道 但现在告诉给人了 在以前的世代 没有叫人知道 只是启示给他的圣使徒和先知 这是指着 如今 现在 这是已经发生的 上帝 把这启示 给了特别的少数人 告诉给了特别的少数人 什么人 圣使徒和先知 圣使徒 从神学的角度来看 圣使徒和先知 一般就是这样讲 就是这个圣 圣洁呢 是修饰使徒的 修饰使徒的 圣使徒 就是说 这使徒的位 这个 他的地位呢 是非常不同一般的 是特殊的 是非常特殊的 所以彼得 使徒彼得 他也说什么呢 他说 领受神的旨意 领受神话语的 不是所有人 不是所有人 彼得后书 一章二十一节那里说 经常所有的预言 没有可随私一节说的 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仁义的 乃是人被圣灵感动 说出神的话 就是 个别人 特定的人 被圣灵感动 说出神的话 不是所有人 不是随便 每一个人 而是要得到圣灵的感动 这是指着 特定 特别指定的人说的 这里的人 乃是人被圣灵感动 这人不是所有人 而是个别的 其实他的圣使徒就是特别的 指定的 特别的人 那么这个得到启示的 保罗 还有使徒 这不是有保罗吗 也有使徒吗 到底是给了谁呢 如果解释起来就很长 但是简单地说呢 其实保罗在先 保罗在先 保罗虽然很谦卑地说 我在众圣徒中是比最小的还小 虽然我是很小的 但是神还赐给我这恩典 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 保罗他虽然奖卑自己 但同时他也强调了他所领受的这恩典 这福音是何等的 不同一般 使徒保罗 他是特别被拣选的 特别被拣选的人 罗马书一章一节那里说 保罗他特派传神的福音 特派 特别被拆派的 他是不同一般的 在当时 初期教育时期 是有工会的 就是他们会聚在一起开会 开会议 然后讨论什么问题呢 就是上帝会不会拯救外邦人 因为外邦人也在说得救的问题 那这是怎么回事呢 他们就在讨论这个问题 就在商量这个问题 这个会议呢 会议当中就是 圣经上没有说怎么样 但是其实他们是争论的 非常的严厉严重 当时主持会议的是 耶稣的弟弟雅各 在主持这个会议 然后后来 结论是什么呢 结论是 也给外邦人 这福音可以给外邦人 但是是有条件的 怎么怎么样 可见 在当时 很长一段时间 他们根本没有办法 接受这一事实 把这福音传给外邦人 其实明明主耶稣 已经告诉给他们了 在公关福音里面都有提到 你们要去使万民作物的门徒 使万民作物的门徒 使徒保罗 对于他所得到的 所领受的 他带着使命 去传 去传这福音 向外邦人传这福音 遇到了很多的逼迫 很多的妨碍 这福音也是从保罗的口里出来的 他跟使徒们也发生了冲突 跟其他的信徒也发生了冲突 但是 但是他还是担当了 因为这是从上帝那里领受的 他为了这起事的福音 真的是受死 宁可受死 到了耶路撒冷 他被怀疑 被攻击 被诬陷 所以最终 圣经里面这样的记录 说这福音 这起事 是通过圣使徒和先知 来的 这里说的很简单 但其实背后 有 说不尽的这样的付出 这样的劳苦 然后 三章六节 这里说什么 这奥秘就是外邦人 在基督耶稣里 借着福音 得以同为后司 就是成为了上帝 就是成为了上帝的后司 上帝的继承者 原本外邦人是在上帝外面 是不认识上帝的 是在应许之外的 在以色列名以外是局外人 但是保罗却宣布说什么 你们是得以同为后司的 虽然犹太人不承认你们 拒绝你们 但你们是基督 你们是基督的 基督的人 是属基督的 你们在上帝面前 是有这样的位置 你们 得以同为后司 同为一体 同为一体 你们是基督的身体 如果没有你们 基督无法站立 你们是在基督里面 是基督的肢体 是他的身体 你们在教会里 不是 你们不是客人 而是主人 你们是 你们里面有着上帝的基因 是同为一体的 你们有着上帝的生命 你们要明白这一点 要知道 你们是什么样的人 还有 你们是同盟应许的 同盟应许的 凡数天的这一切丰盛的恩典 你们都会得着 一样也不会辣 你们也都 能够拥有 这一切 犹太人很不愿意 接受这个事实 很不想听这些话 这本来是属于我们自己的 唯独属于我们犹太人的 怎么与外邦人共享 有的人很不愿意 与外邦人共享 但是 保罗一直在 一直在主张 外邦人也一同成为一体 一同成为厚司 一同得到应许 如果没有他的话 如果没有保罗的话 那我们怎么能够得到这消息 怎么能够得到 得到呢 想一想 对犹太人来说 外邦人那就跟那个长大麻疯的一样 他们对长大麻疯的是怎么样的看待 谁会想要接触长大麻疯的人 同样对外邦人也是一样的 这是被玷污 对在他们眼里 外邦人是被玷污的人 污秽的人 他们远离外邦人 想一想 我们 我们呢 讲一下保罗 使徒保罗跟这样的犹太人 他该会怎样的挣扎 怎样的争斗 那对我们来说 我们应该怎样对待保罗 哎呀保罗加油 加油 最后最终 使徒们接受了保罗 接受了保罗的这样的 这样的主张 后来 使徒们 承认了保罗的权威 也 还嘱咐说什么呢 彼得 还嘱咐说 你们要 按照 我所亲爱的兄弟保罗 所说的去做 这样的 嘱咐 信徒们 总之亲爱的 信徒们 因为有 使徒们 这样的 有保罗这样的付出 这样的牺牲 所以才有了我们 才有了今天的我们 的这样的祝福 所以我们不能 不能为了自己的成功 去 就是 去 攻击别人 这样的想法 应该在受尽力的时候 全部 抛弃掉 为了我 而有很多人 为此牺牲了 那 我也要 今后过 这样的人生 基督教会 基督教会 是什么样的存在呢 原来 人类因着少数人的 不顺从 然后被罪玷污 全部灭亡了 然后又因着 一个人的顺从 与牺牲 全人类又得救了 这是 耶稣基督 为我们做出的榜样 这就是 最重要的一点 所以我们也要 像主耶稣一样 去顺从 牺牲自己 去 为了拯救他人 而献上自己 我们每个人 都应该这样做 我们要想成为 完全的教会 每个人都应该 担当这样的角色 只有当我们 全部都担当 这角色的时候 教会才能成为 完全的 我们总是赞美 也祷告 说我们要成为 完全的 那么为此 我们要这样做 我们要拥有 耶稣基督的精神 要效法耶稣 因为有人为我们 付出 才有了我们 那 愿我们每个人 都成为 哪个人 来到教会 不要想 我理所当然的 我要得到什么 服侍 接受什么样的 待遇 这样的想法 太 太丢脸了 太让人羞愧了 我们是 耶稣基督的身体 耶稣基督的身体 我们应该拥有 耶稣基督的想法 不要想 哎呀 那个人能做什么呀 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 为他人牺牲的那个人 哈利路亚 我们祷告吧 上帝啊 求你接纳我们 有时我们 很无知 不足 不明白 主的旨意 但是现在 我愿意顺从 主的旨意 当主使用我的时候 我愿意被使用 我愿意讨主的喜悦 愿意去造就主的教会 求你接纳我 我们一起这样祷告吧 我愿意去祝福 我愿意去祝福 祝道 lined整理 wasting 祝道 祝道 主耶利能滓動物質要 主耶利能 Wade 冠冠事贮 我们的方式给了 非常可爱中今天的 ��承过 到中国的 funny esta要我们的 这个 我的目的是 瓦OS 哇 是 父上帝啊 求你帮助今天听到的灵魂们 在谁也不知道的时候 主就为我们牺牲了 今天也让我们跟随主的脚步 在教会 有危难的时候 也让我们能够献上自己 就像有人为我们而牺牲自己一样 为了我们的今天 上帝预备了那些人为我们牺牲 也求主让我们成为那样的人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请大家站起来 我们一起来赞美 我不仅因这主耶稣的恩典 得到了帮助 我也要向主样活着 我也要被主使用 我们带着这样的心赞美吧 祝福灭宫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名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한글자막 by 한효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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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할렐루야! 한글자막 by 한효정 한글자막 by 한효정 한글자막 by 한효정